大家好 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如果你正在被摄影后期困扰 觉得照片调色太难了 或者想要寻找一种简单快捷的解决方案 用最少的时间修完大量的旅行照片 那就千万别错过这个视频 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最新推出的Luminar AI 它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处理技术的 全新摄影后期调色软件 也许在过去我不太相信 电脑可以自动处理的比自己还要好 但是这一次Luminar AI的出现 让我对人工智能有了全新的印象 所以在您决定购买Luminar AI之前 咱们先来一起看看 在有了人工智能小助理之后 照片后期调色的流程到底是什么样子 首先Luminar AI并不是Luminar 4的新版本 它是Skylum这家公司推出的一个全新的后期调色软件 主打的就是让摄影的后期修图变得更简单 效果更好 毕竟现代的摄影器材越来越普遍了 摄影爱好者也越来越多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那么精致的修图 每天坐在电脑前修一张照片就花几个小时 而学习摄影后期技术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很花费精力 而使用Luminar AI后期一张照片 顶多就是10秒钟的事 整个后期的过程就按照最上方的菜单 一步一步的来就可以轻松的完成一张照片的后期 第一步在目录中导入照片 之后点击模板界面 AI小助手就会自动分析 并且给您推荐一些适合这张照片的后期配色方案 右侧最上方就会显示出这些推荐的模板了 比如我选择都市灯光这个系列 它包含五个颜色预设 选择一个颜色预设之后 在右下角可以调整这个预设的不透明度 如果想要微调这个结果 进入编辑界面 这些名称旁边有小黑点的 就是刚刚那个模板所包含的设置 进去调整这些已有的参数 或者添加一些新的效果 当然您也可以从一开始就跳过模板这个步骤 直接进入编辑页面 全手动的完成这张照片的后期 最后点击导出 选择保存至磁盘 这张照片呢就算是完成了 您看是不是十秒钟就能做出一张不错的照片 Luminar AI的一大特色就是模板功能 也就是咱们熟悉的预设 软件中自带的模板呢 都按照不同的照片题材分别归类了 最上方呢出现的是推荐模板 根据不同的照片 这里会出现不同的推荐结果 下面依次是基本功能 它包含了快速人像和风景的解决方案 都属于基础调整 风景模板以城市风光和日落的效果为主 点进去之后呢 分别还有几个不同的效果可以选择 大自然模板呢 是以自然风光和水下摄影为主的 但是这些模板要是硬套进城市建筑里边呢 也不是不可以 效果还挺惊喜的 虽然我平时不怎么拍人像 但是在肖像的实验模板里边 这些效果呢都是一些特效 也都挺好玩的 您看这个效果要是放到城市照片里边 是不是也有点意思 自带的模板里边呢 还包含一些比较个性化的模板 比如老实电影 胶片等模拟的效果 比较适合日常生活的照片 除了这些自带模板之外呢 还可以在官方商店里 直接购买著名摄影师的设计 或者呢添加自己下载的模板 用过了这些模板效果之后呢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 城市快感和旅行日记的效果 纽约的模板呢 真的很适合纽约街头的照片 不知道您最喜欢哪一个呢 既然Luminar AI和Luminar 4是同门师兄 那么Luminar 4中的那些外观特效呢 也就是我之前分享给大家的那些资源 在Luminar AI当中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安装的时候呢 就会自动的识别 并且同步到Luminar AI里边去 点击模板右侧我的收藏按钮 选择旧模板 就可以看到这些Luminar 4中的外观特效了 但是那些包含可调渐变和照片滤镜的外观呢 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因为在Luminar AI当中呢 并没有这两个功能 至于Luminar AI和Luminar 4具体都有哪些不一样的功能 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打个弹幕或者呢留言给我 咱们下回详细分解 从Luminar AI的名字当中呢 就可以看出 它是一款以AI人工智能识别为卖点的后期软件 这些智能处理都体现在哪里呢 咱们分别从不同的照片主题入手 来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我认为最大的受益者呢是人像摄影 因为在Luminar AI中 与人像照片有关的智能处理非常的多 这就解决了日常中大多数的需要 比如磨皮瘦脸 居然呢还有瘦身功能 从此再也不用担心女朋友不满意你拍的照片了 家庭合影呢立刻就上升了一个档次 你呢就是全家人心中最棒的摄影师 对于风光爱好者们 Luminar AI同样拥有天空替换和增强功能 制作出一张星空极光的照片呢 只需要点几项 要说最有用的呀 还是基本功能里的增强和结构 这两个功能 瞬间呢就可以为照片提升不少质感 除了调色方面呢 人工智能居然还可以在构图上给出建议 对于摄影新手来说 无形当中多了一个参谋 拿不准主意的时候啊 让人工智能小助理帮忙操作一下 开拓思路 变换角度看世界 在编辑界面当中 所有名字后面带有AI文字标识的呢 都是基于人工智能处理的功能 多试试它们吧 说不定有惊喜出现 以前那些修不好的片子呢 现在拿出来让小助理再试试呗 Luminar AI不仅仅可以作为独立的后期调色软件使用 还可以搭配Lightroom和Photoshop作为插件使用 在菜单中选择安装插件再次打开的时候呢 就可以在Lightroom和Photoshop当中使用Luminar AI了 如果您比较习惯以往的工作流程的话呢 把Luminar AI当作插件使用也是很方便的 但是一定要记得在Photoshop操作中拷贝一个新的涂层 再加载滤镜 否则之前的原涂层就会被覆盖 在Lightroom当中呢 操作时选择编辑包含Lightroom调整的副本 下面的默认保存格式呢 可以在首选项当中更改 我现在也在考虑自己的工作流程中加上这么一步操作了 特别是旅行中的照片每天会拍摄很大的量 并不会每一张都精细的调整 使用Luminar AI给照片做最后的调色呢 十分的便捷 也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作为一款简单易操作的后期修图软件 Luminar AI肯定也有瓶颈 它只能对单张照片进行后期 而不能完成所有需要多涂层照片的处理 比如无法合成包围曝光的HDR照片 也不能帮我们拼接全景照片 所以这些操作呢 还是要依靠其他的软件来完成 然后呢再回到Luminar AI当中进行调色处理 所以不如在Lightroom或者是Photoshop里 先做多涂层的拼接 然后呢再通过插件的形式 启动Luminar AI来给照片上色 但是啊如果您的电脑上只有Luminar AI这么一个软件的话 那么这几种多涂层的照片处理就没办法了 Luminar AI呢是一次买断性的后期软件 也就是说一次付费呢就可以终身使用 目前它的标准售价是99美金 但是啊您别着急点购买按钮 99美金呢是默认两台电脑的授权 但如果您只有一台电脑的话 点击选择左边的one seat 马上就变成79美金的价格了 立刻呢就为您省了20美金 Luminar AI的操作呢已经简单到了不需要做教程 来给大家讲解的地步了 即便是初次使用呢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有人喜欢它就一定有人反感 其实呢换个角度来想有的时候对一张照片没什么想法 不如让软件来自动完成 看看呢有什么启发 让自己的大脑偶尔也休息一下 您看如果让摄影后期的门槛降低 流程变得简化 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摄影的乐趣了 不过摄影后期变简单了 这可就让职业摄影师们压力变大了 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呢不努力是不行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关于Luminar AI的相关问题呢 欢迎留言来讨论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